Hello大家好,我是君佩 今天又来为大家带来新的APEX资讯 这段影片我们会讲这一周关于APEX的新闻 这些声闻大部分都是关于APEX未来的发展方向 另外有很多观众也在问关于新训练墙的消息 所以我会再跟大家讲讲现在关于新训练墙的资料 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句 影片的背景是我在Twitch的集播 想一起聊天或者看我死的话都请追踪这个频道 现在我们开始吧 首先这一周关于APEX的新闻有几个 第一是APEX将会在美国时间11月5日 也就是香港台湾事件的11月6日凌晨推出现实模式度偶 度偶的意思就是双人模式 虽然暂时只有一箱的资讯 现实模式会存在多久之类的资讯完全没有错 不过相信也跟之前的单人模式一样 是官方想要试试玩家们对单排双排的反应如何 万圣节的现实模式应该就是因为官方发现玩家对单人模式的反应比较热烈才想出来的 不过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模式总是跟之前的单人模式比不像 可能是没有了最后10名那种紧张的感觉吧 言归中创 双人模式的推出会不会攀随着新的造型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为之前的现实模式的推出都有攀随着一系列的造型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是好像会没有新的造型 可能是因为开始宣传这个模式 跟模式炸热的日期太过洁净吧 希望是我猜错吧 下一个声闻可能会令不小的观众很高兴 这个消息就是Apex在将来会加入到Steam里面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Steam是一个游戏平台 很多游戏出版箱都会选择把游戏推出在Steam下面 因为Steam根本上就是游戏平台的龙头大佬 很多玩家买游戏都会在Steam下面买 不过到底Apex确切会在什么时候正式推出在Steam上面 仍然是未知之数 暂时所有知道的资讯就是 在一个跟Mike Blank 也就是EA的高级副总裁的访问中 他暗示了一些EA的多人连线大作 都将会在2020年放到Steam上面 他说大概会是明年的春季左右 当然把Apex放在Steam上面 并不代表Origin上面的Apex会消失 也就是说 这个改动如果你不理会的话 对你是不会有负面影响的 而用Origin或者Steam进入Apex的玩家 都可以进入同一个伺服器 换一句话说 就是两边的玩家都可以无障碍的连线一起玩 那么Apex将会推出在Steam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可以预料Apex在Steam上面推出后 玩Apex的人数一定会上升 因为有不小的玩家是Steam的死忠 而且很讨厌Origin这个平台 玩家的人数上升对我们来讲一定是好的 第二个好处就是在Steam有自己的防作弊软件 当然我不会说他的防作弊软件一定比Origin的厉害 但是个人相信Steam的防作弊一定不比Origin差 毕竟是游戏平台的龙头大佬 而且有多年提供多人游戏连线的经验 第三个好处就是我们玩家可以自己选择使用哪一个平台 我自己当然就会选Steam 因为Origin经常当机 而且他的好友系统真的做得不好 每次在Origin的朋友清单 邀请队友都总是会出现很多问题 最后关于这个新闻的疑问就是 到底我们本来在Origin的账号 会不会跟在Steam的账号资料互通呢 我个人相信是可以互通的 如果不能互通的话 在推出的那一刻一定会有很多旧玩家 把官方骂到向天 好 第二个要讲的声闻就是 EA决认了APEX将会在手机箱推出 这个新闻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不是太关注 因为本来都在PC或者是PS4下面玩惯了 应该不会因为手机推出APEX 就转玩手机版吧 不过跟下面的声闻一样 推出手机版一定能增加玩APEX的玩家 游戏箱装得越多 投放在APEX的资源就会越多 不过攀随着这个新闻的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计划把APEX推出在PS5下 这两个消息引心出来的疑问就是 这么多不同的平台 不能一起玩的话实在非常可惜 那么到底APEX会不会推出跨平台的游戏体验呢 之前曾经有关于这个功能的消息 不过我还是等更多关于它的资讯推出后 才跟大家讲吧 最后关于APEX的声闻就是 APEX将会在中国正式推出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其实APEX从来没有在中国推出的 也就是说大家在游戏中碰到的 斗与斗狗之类的玩家 其实有很多都是偷偷翻墙然后玩APEX的 不管你对他们的观感如何 无可否认的是APEX在中国正式推出后 我们的伺服器里面应该会减小很多中国玩家 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讲 应该会是很欢迎这个转变的 至少个人认为在中国外的伺服器 外挂数量一定会减小很多 最后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先有关于新训练墙所有的资料 因为不少观众都有在留言区 证问到底什么时候新的训练墙才会推出 才让我知道原来很多观众都很想要这个新的训练墙 现在我们讲一讲现有的资料 第一当然就是你们都最关心的问题 新的训练墙什么时候推出 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大家失望 因为官方并没有确切的说出训练墙的更新的日期 他们只有在这个开发者直播中 提到更新会在第三季里面推出 所以暂时可以决认的就是 更新将会在未来的90天内推出 另外新的训练墙和旧的训练墙会有以下的分别 第一就是你可以选择使用什么角色 再也不用每次都用生命线了 根据直播中的资讯 在训练墙内的所有地方 你都可以打开角色选择 然后换一个角色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如果你还没有买这个角色的话 会不会可以让你在训练墙中适用一下 第二个分别就是 新的训练墙里面会有所有的配件 还有护甲之类的防具 这个资讯可以在以下的画面中看到 护甲和头盔都整齿的放在地上 让玩家随意使用 第三个分别就是 新的训练墙里面会有这些人形靶子 这些人形靶子虽然只会站着不动 但也总比对着这些铁板开枪有趣吧 说到人形靶子 我们就要讲第四个分别了 这新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把队友都拉进来 在同一个训练墙里面出现 不过还没有决定的是 到底你可不可以打伤队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在训练墙里面跟朋友一打一了 个人认为他们如果要把训练墙更新的话 应该会把单挑都加进去的 不然把护甲和头盔都放在训练墙中 又不会被打中 好像有点没有意义 不过这个单挑的功能绝对还没有被决认的 因为很重要 我也再重复一次 在训练墙中 跟朋友单挑的这个功能 是还没有被决认的 以上就是这一周所有Apex的新闻 还有现实所有关于训练墙更新的资讯 近来关于Apex的游戏更新 比前一段时间好像小了一点 所以我的影片也没有推出的那么频密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其他影片系列的 请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 有不小的观众也有在问 要不要剪直一些鸡沙精华 鸡沙精华的方面 因为我比较嫩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鸡沙片段可以放出来 不过可以考虑放一些我的几波的精华 因为YouTube的系统比较喜欢10分钟以上的影片 所以剩下的时间 我就试试放一些几波的精华吧 如果大家都没有看影片最后的几分钟 就代表大家对我的几波精华没有兴趣 那我们就以后再想要做什么新系列的影片吧 最后在逼嘴之前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频道话要是签订阅了 希望还没有订阅的观众 可以暗杀这里神圣的订阅支持一下 想要在我影片推出的时候马上看的话 可以点这个小铃铛 YouTube就会在我推出影片的时候通知你 这条影片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收看 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 二次的视频 两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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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的视频 四个视频 二次的视频 二次的视频 我们应该进去 好 好 隔壁有了 煙沒力了 nice 想服 nice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